好下面我们讲合同法律制度的第八节 合同的终止 导致合同权利物终止的原因有多种 其中最为典型最为正常的 当然就是当时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完毕 只不过大家想 完全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了 没有发生任何纠纷 考试还考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重点要讲的导致合同终止的原因 是其他的情形 包括合同解除 抵消 提存 免除 以及混同 其中合同的解除 既有约定解除 也有法定解除 重点当然是法定解除 然后抵消 抵消既包括约定抵消 也包括法定抵消 重点是法定抵消 在提存当中 我们主要讲提存的基本条件 以及提存的法律后果 好 最后呢 要给大家介绍 免除和混同 这两个概念 好 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 导致合同终止的原因 首先第一种 清偿 这个清偿 其实也就是旅行 它包括 债务人清偿 和第三人 代为清偿 大家想 这个债务人 完全按照合同的约定 旅行完毕 清偿完了 考试还考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重点 是要了解一下 第三人 代为清偿 而第三人 代为清偿 我们在前面 讲到合同设计 第三人的旅行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 给大家讲过了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就是简要的回顾一下 所谓第三人 代为清偿 在法律当中 是这样规定的 它指的是 当债务人 不履行债务 而第三人 对履行该债务 具有合法利益的 第三人 有权向债权人 代为履行 但是 有三种债务 不可以代为履行 第一种就是 根据债务的性质 只能够 由债务人自己履行 第二种 就是根据当神的约定 只能由债务人 自己履行 第三种 是根据法律规定 只能由债务人 自己履行 好 在前面 我们还给大家 举个一个典型的例子 回顾一下 比如说 假 把自己的房屋 抵押给银行借款 这是一个不动产抵押 登记才能够产生抵押权 所以办了抵押登记 在抵押期间 假把这套房子 卖给已 可不可以 没问题 因为根据规定 抵押期间 抵押物是可以转让的 好 因为这个抵押 是已经登记的 所以 抵押物转让 抵押权 不受影响 如果将来 假没有还银行的钱 那现在 银行 它就可以找到乙 把乙的这套房子 拿出来拍卖 还自己的钱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银 就可以怎么样 代为清偿 他就可以 代替假 把钱还给银行 这就是第三人 代为清偿 只不过 银在清偿之后 他是有权力 找假 要求追偿的 除非他俩之间 另有约定 好 这就是第三人 代为清偿 大家了解 下面我们重点要讲的是 其他导致合同 终止的失忧 第一种 合同的解除 这个合同解除 在考试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求大家 务必要把握 合同解除 包括两种 第一种是约定解除 第二种是法令解除 我们首先看 第一种 约定解除 约定解除 既然叫做约定 大家可以想见 无非就是 第一 当事人事先在合同中 约定解除的条件 或者是 第二 当事人事后 约定解除合同 因此 约定解除 具体又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 事先在合同中 约定解除权 第二种呢 是事后达成 解除的协议 好 我们首先看 第一种 事先在合同中 约定解除权 对于当事人 事先在合同中 约定解除权 大家要注意 把它跟 负解除条件的合同 要区别开来 所谓 约定解除权 指的是 双方在 定立合同的时候 就在合同中 约定了 一方当事 可以解除合同的 室友 而一旦 该室友发生 解除权 就可以 行使 解除权 终止合同 比如说 我跟在座的各位 签合同 我把一套房子 卖给你们 你们给我 一百万 好 如果 我们在合同中 明确约定 三月一号 你如果不支付 我全部的价款 我就有权力 解除合同 这就是 事先约定了 解除权 假如 到了三月一号 你没有给我 你没有给我全部的价款 此时 我就享有了解除权 我就可以通知你解除合同 好 这叫约定解除权 而所谓 付解除条件的合同 这个问题 我们在哪儿讲的呢 第二章 讲到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讲到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大家应该有印象 付条件 付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其中 付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我们又进一步的把它区分成了 付生效条件和付解除条件 所以这个付解除条件的合同 它其实是一个付条件的合同 那它指的是 双方在定立合同的时候 明确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 而一旦这个条件成就 合同就自动解除 是不需要当时做出解除的意思表示的 比如说 我跟在座的各位签合同 我卖给大家每人一把伞 十块钱 合同中有这样的约定 如果明天下雨 合同自动解除 大家看 只要明天下雨 我们这个合同就自动解除了 不需要当时做出任何的意思表示 所以 它跟这个约定解除权是不一样的 约定解除权 是当时事先在合同中 约定解除的室友 一旦这个室友发生 想有解除权的人 他想要解除合同 是应该要做出解除的意思表示 通知对方解除合同 而复解除条件的合同 指的是 当审事先约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 一旦这个条件成就 合同自动解除 不需要任何当审 做出任何的意思表示 所以他俩是不一样的 好 下面我们看 约定解除的第二种 是当审事后达成解除的协议 指的是 在合同定立之后 当审协商一致解除合同 比如说 我跟在座的各位签合同 这支笔卖给你10块钱 合同签完之后 我不想卖了 你也不想买了 于是呢 我们俩协商一致 解除原来这个合同 好 这也是属于约定解除 所以大家看 约定解除 要么当审事先在合同中 约定解除的条件 一旦条件成就 解除权人 就可以行使解除权 做出解除的意思表示 要么是当审事后达成解除的协议 前提条件 都得当审协商一致才行 对吧 下面我们看 第二种 法定解除 法定解除在考试当中 是最为重要的 大家注意 在案例当中 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我们把这个法定解除 又叫做 单方解除 他指的是 只要满足 法律规定的条件 一方通知对方 通知 到达对方 合同就解除了 无需对方统一 所以才把它叫做 单方解除 法定解除 因此 在这里面 最为重要的就是 什么情况下 一方当审 单方就可以解除合同 这个法定的原因 有哪些 法定的原因 根据法律规定 具体就包括了 第一 不可抗力 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比如说 我跟大家签合同 我卖给大家一头牛 合同约定 我应当送货上门 好 我牵着牛 给大家送货 结果 走在路上 一阵腰风吹过来 牛被吹跑了 典型的吹牛 对不对 但是奇葩的是 我居然还在 好 牛没了 大家看 而这是不可抗力 所导致的 不可抗力 导致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 怎么办 没有办法履行了 所以解除合同 好 大家看 第二种情形 是先期违约 所谓先期违约 又把它叫做 预期违约 它指的是 在合同的旅行期限 戒满之前 一方当时明确表示 或者 以自己的行为表示 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 所以 先期违约 包括了两种 第一种叫做 明示的先期违约 第二种是行为表明 也就是漠视的先期违约 比如说 还是我卖给大家 一头牛 合同约定 我应该在 明天中午12点之前 要交货 好 今天中午 我就跟大家讲 这头牛 打死我都不卖 这就是明示的先期违约 既然我已经明确表示 不履行 你还需要等吗 不需要 此时你可以直接通知我 解除合同 或者是 以自己的行为表示 不履行 好 这是第二种 法令解除的原因 一方先期违约 好 再看 第三种 一方 持延旅行 主要债务 经催告合理期限 人不履行 然后再看第四种 我们要做一个比较 一方 持延旅行 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 直接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我们把第四种呢 叫做狭义的根本违约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形当中 都有 持延旅行 但是 第三种情形当中 持延旅行 还得给他一个宽限期 经催告合理期限 人不履行 守约方才能够要求 解除合同 而第四种情形当中 只要一方持延旅行 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他们的区别在哪 其实很简单 关键看 合同旅行的期限 跟合同的目的之间 有没有密切的联系 第三种情形 主要适用于合同的旅行期限 跟目的之间 没有密切的联系 所以即便是一方持延旅行 还得给他一个宽限期 比如说 我卖给在座某个同学一个包 合同约定 我应该今天交货 其实 我们签这个合同 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获得这个包的所有权 到底是今天拿到 还是明天拿到 其实没关系 对不对 这就是期限跟目的之间 没有密切的联系 因此 如果我今天没有交货 我持延旅行 你不能直接通知我解除合同 你要跟我讲 说王老师 再给你三天 如果你不履行的话 那不好意思啊 可能我就要解除合同了 好 这就是经催告合理期限 三天到了 假如我再不履行 大家想 我违约几次了 违约两次了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这是第三种情形 一方持延旅行 经催告合理期限 人不履行 它主要适用于 合同期限跟目的之间 没有密切联系的情形 而第四种 一方持延旅行 直接导致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说明这个合同的期限 跟目的之间 有密切的联系 比如说 针对某一些合同 这个期限 对所有的当事人来讲 都有密切的联系 像情人节的礼物啊 圣诞节的礼物啊 还有那个中秋节的月饼啊 比如说 以中秋节的月饼为例 同学们 中秋节的月饼 那是中秋节的时候吃的 对吧 所以你看超市里头 过中秋节之前 可能一盒999 过完中秋节之后 一盒9块9还满意赠你 是吧 所以那个期限 跟目的有密切的联系 比如 我们在座所有同学 为了庆祝 咱们烤过了周快 好 集体过一个热闹的中秋节 于是呢 就找了一个 做月饼的 比如说 观神员之类的啊 跟他定做一个特大号的月饼 直径10米 咱们坐在上面吃 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定 到中秋节的时候 观神员跟我们讲 没问题 还有这么长时间 保证给你们做好 结果 到了农历 8月15 中秋节 晚上6点钟 我们就等着他给我们送月饼啦 这个时候 观神员给我们打一电话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同学 你那个月饼实在是太大 所以呢 这会儿还没有全好 你看明天给你送过来 行不行 大家觉得行不行 当然不行 此时你就可以跟他讲 说不好意思 我不要了 这个时候 老板可能跟你讲 同学 15的月亮 16元 15的月饼 16吃也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跟他讲 不好意思 你自己留着慢慢吃 这就是 这类合同的期限 跟所有当时的合同目的 都是有密切联系的 对吧 一旦过了这个时间 这个标注我拿来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一方持人旅行 直接导致 守月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当然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好 当然还有一些合同 是对特定的当时 这个期限跟目的之间 有密切的联系 比如说 在座有同学 决定在明年的 5月20号这一天 结婚 好日子呀 好 干了一件事情 干啥呢 就到一个服装店 定做一套礼服 跟那个老板讲 老板 把我搞帅一点 明年5月20号 早上7点钟 我过来拿 那天我结婚 老板讲 没问题 还有这么长时间呢 保证给你做好 高付帅 结果 到了明年的 5月20号 早上7点钟 我们这个同学气了 老板跟他说 哎呀 我不好意思 这天结婚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你那个呢 还没做好 你看 要不这样 你过段时间 再来拿 下次结婚的时候 再穿 我们这个同学 回头就可以跟他讲 你留着下次结婚的时候 穿 对吧 这就是期限跟目的 有密切的联系 所以只要一方吃烟旅行 不好意思 守约方可以直接解除合同 好 再看 在考试当中 经常会涉及到的 还有就是 有其他的违约行为 直接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大家可以想见 这个违约行为的性质 一定是非常的严重 导致守约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他才能要求解除合同 讲到这儿啊 我就想起 我一个同学 在某某省高院工作 具体呢 我就不讲了 有一次啊 他给我讲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呢 是这样的 就是当地 有一个买房人 跟一个开发商 签了份合同 房屋买卖 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这个买房人呢 从开发商那买一套房子 这个房型约定的很清楚 三房两厅 好 等到交房的时候 买房人拿到钥匙很激动啊 先从外面绕了三圈 怎么看都是三房两厅 有窗户吗 然后开门进去 咦 怎么看都是两房两厅 出了啥事了呢 原来啊 有一个房间 开发商忘了开门 做成了一个盒子 这个时候买房人就不干了 说 什么样的玩意儿 才做成一个盒子呀 不开门呀 不行 要求退房 好 于是呢 就打官司 大家看 你们认为法院会判决 这个买房人是胜诉还是败诉 因为他要求退房 就是解除合同 最后法院判决 买房人 败诉 为啥呢 虽然说开发商有违约行为 忘了开门了嘛 对吧 但是 他这个违约行为的性质 严重到了 导致买房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吗 没有 比如说买房人 如果你起诉 要求开发商开到门 没问题 或者你自己开到门 要求开发商赔钱 也没有问题 但是要求解除合同 那就不行 当然 我这个同学给我讲这个案子 是因为 法官在判决书当中 是这样写的 判买房人败诉 因为双方没有在合同中 明确约定 每个房间都要开门 哎呀 我当时一看 要是我卖房子 给这个法官的话 你不要说门了 那是肯定没有 墙有没有都不好说 为啥呢 你也没有说 你的房子都要墙嘛 对不对 极有可能我卖给他的 有点像一把伞 是吧 那这是一个笑话 就是为了给大家说明 一定是违约行为的性质 非常的严重 导致守约方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守约方才能够要求解除合同 好 下面我们看 要求解除合同的当审 谁想有解除权呢 根据规定 因为不可抗力 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当审 是有解除权的 比如说 我卖牛给大家 结果牛被吹跑了 是吧 你无法实现自己的合同目的 当然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而其他的 一方先期违约 或者一方迟延旅行 经催告合理期限 人不履行 或者是一方迟延旅行 或有其他违约行为 直接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都是因为一方违约而导致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守约方才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违约方是没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的 好 下面我们再看 针对有一种特定的合同 双方可以任意解除 什么合同呢 不定期合同 根据规定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 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 当审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只不过 应该在合理期限之前 通知对方 比较典型的 比如说 不定期的租赁 不定期的保管 我把房子租给你 但是没有说租给你多长时间 那就意味着 我可以随时让你搬走 你自己也可以随时搬走 所以双方可以任意解除合同 这就是针对不定期合同 只不过 应该在合理期限之前 通知对方就可以了 好 这是法定解除的情形 下面我们看 在合同编的分则当中 还规定了 针对有一些特定的有名合同 当事人一方或者是双方 可以单方解除合同 好 据条言 在这里面 大家要了解 三种合同 第一种 委托合同 这个委托合同 双方当时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 解除合同 比如说 我委托一个同学 我说 你回家帮我买点家乡的特产 他说行 没问题 结果他回去之后呢 可能这个特产我又不想要了 对不对 好 于是我就跟他讲 哎 不好意思啊 你不用帮我买了 我们解除合同 你觉得他能不能说 那不行 王老师 我们都签了合同了 我必须帮你买回来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是不是 或者是我们这个同学 他随时都可以跟我讲 不好意思 王老师 我不能帮你买了 我不想帮你买了 都没有问题 所以委托合同 双方可以随时通知对方 解除合同 好 再看 第二种是承烂合同 这个承烂合同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定做人的特定需求 所以定做人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合同 比如说我们在座有个同学 身材极好 跟嬉嬉公主一样 腰围只有多少呢 一尺四 我们另外也有同学 大概自己掐了一下 哎呀 也就比嬉嬉公主的腰围多个二尺嘛 好 我们看 如果这个身材极好的同学 他在服装店定做一套礼服 大家想想 这是量身定做的 他这么好的身材能穿 没问题 但如果说他不想要了 那这个衣服给谁穿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同学到这个服装店 虽然说定做这套衣服 但是有可能 比如说 这个老板刚捡了一刀 他就不想要了 对吧 于是呢 他就跟老板说 哎不好意思 不做了 这个老板就不能讲 不行 我们签了合同 我必须给你做好 你看 如果真的做好 他又不想要 那不就是浪费社会资源吗 所以承赖合同 定做人 可以随时要求 解除合同 好 再看第三种合同 货运合同 这个货运合同 这个货运合同 在货交收货人之前 托运人可以随时变更和解除合同 比如 我有一批货 找在座的各位 从北京运往上海 是因为上海有人买吗 好 结果 我把货给你之后 你还没开始运呢 上海这个买家跟我说 王老师 我不要了 于是呢 我就跟你讲 不好意思 你不用帮我运了 直接把他托回来 你能不能说 王老师 我们都签了合同了 我必须帮你运到上海 然后再给你运回来 有病呢 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看 这也是浪费社会资源 所以货运合同 托运人在货交收货人之前 可以随时变更和解除合同 好 这就是 在合同编的分则当中 针对特定的有名合同 明确规定 当审可以解除合同 那么在这里面 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如果说当审行使 这种法定的解除权 解除合同没问题 但是给对方导致了损失 那是应当要赔偿的 比如说那个订做衣服的 人家捡了一刀了 对吧 有损失 那你应该要赔偿对方的损失 好 这是分则当中规定的解除权 跟着我们所讲 我们看14年这个多选题 下类情形中 买受人可以取得合同解除权的有 A 因不可抗力 导致标地物在交付前蔑视 不可抗力 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好 B 因出卖人过错 导致标地物在交付前蔑视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 他在旅行期限借满之前 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示 将不履行合同的主要义务 因为标地物没有了 所以守约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C 出卖在旅行期限借满前 明确表示拒绝交付标地物 这是非常典型的先期违约 而且是明示的先期违约 所以守约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出卖人在旅行期限借满后 明确表示拒绝交付标地物 这是有其他违约行为 直接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守约方当然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因此这个题ABCD全选 好 下面我们看 关于解除权的行使 虽然有了解除的室友 当神享有了解除权 但是这个解除权 应该在多长时间之内行使 如何行使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好 首先看 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在一个合同当中 发生了解除的室友 是否意味着 有解除权的当神 什么时候行使解除权都可以 比如说 解除室友发生五年 十年 甚至二十年再解除 大家觉得合适吗 肯定不合适 对不对 它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期限 所以这个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它的性质是一个除次期间 什么意思 解除权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 如果超出这个期限的话 不好意思 解除权就消灭了 也就是当时不能再要求解除合同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看 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到底是多长 第一 如果法律有规定 或者当神有约定 那就按照法律的规定 或者当神的约定来处理 比如说 我跟大家签合同 在合同中 其他的约定 我们就不管了 有这么一条 如果当神要行使解除权 应当自解除事由发生之日期三个月内行使 这就是在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期限 当神就应该按照约定来行使解除权 好 这是第一 有规定 或者是约定 按照规定或约定处理 第二 假如说法律没有规定 或者当时没有约定 那这个解除权应该在多长时间内行使呢 自解除权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期一年 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一年 或者是经对方催告后的合理期限 在考试当中 特别注意就是这个一年 当法律没有规定或当神没有约定的时候 那么就是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期一年 当然也可能是经对方催告后的合理期限 好 下面我们看 合同解除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前面讲的是 当时应该在多长时间内行使解除权 而如果说行使解除权 合同到底在什么时候解除呢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合同解除的时间 那就要看合同解除的方式到底是什么 首先如果当审采取的是通知的方式 解除合同需要通知对方 而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的时候就解除 所以大家看 解除权它是一个形成权 只需要单方意思表示 这个意思表示到达对方的时候就会发生效力 无需对方同意 好 如果说通知当中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债务 则合同自动解除 那债务在该期限内没有履行债务的合同自通知 在明的期限借满的时候解除 比如说 我跟大家签合同 好 在合同中有这样的约定 就是你应该在3月1号之前付给我10万块钱 结果呢 你没有付给我 好 此时我能不能说直接通知你解除合同 我们说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对吧 因为一方吃饮旅行 正常情况下 我得给你一个催告 合理的时间 好 现在我就给你写了一封信 内容是这样的 请你必须在3月31号之前付给我10万块钱 否则合同解除 这就是通知当中 在明了 债务人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履行的话 合同就自动解除 那我们等到3月31号 假如你没有给我钱 我们之间的合同也就解除了 好 刚才我们讲 合同的解除权它是一个形成权 所以是不需要对方同意的 这是采取通知的方式 下面我们看 如果当时直接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 解除合同 什么时候视为解除呢 当时一方没有通知对方 直接以起诉 或者是申请仲裁的方式 依法主张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 确认该主张的 也就意味着当审确实是享有解除权的 那么合同应当自 起诉状或者是仲裁申请书的副本 送达对方的时候解除 其实它跟通知的方式 通知到达对方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好 这就是合同解除的时间 采取通知的方式 通知到达对方的时候 如果通知当中 宰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行 合同自动解除 那我们就等到这个通知当中 宰明的期限 借满的时候解除 如果直接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 解除合同 那就是起诉状或者是仲裁申请书的副本 到达对方的时候 送达对方的时候 好 下面我们看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合同一旦解除 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首先针对合同本身 如果尚未履行的 就终止履行 还没有履行 比较简单 就不履行了呗 关键是已经履行的 如何处理 已经履行的 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 当审可以请求恢复原状 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也就是说 能够恢复原状的要恢复原状 而所谓恢复原状 就是恢复到合同定理钱的状态 比如说 我卖给你一头牛 你给我一万块钱 我把牛交付给你 但是到期你没有给我钱 我催告之后合理期限 你还是不给钱 那根据规定 我就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 解除合同之后 我有权要求恢复原状 这个时候牛在你的手上 我要求你把牛还给我 恢复到合同定理钱的状态 同时我还可以要求你赔偿我的损失 因为你不履行 导致我的损害嘛 对不对 好 这是可以恢复原状的 但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合同都能够恢复原状 比如说 有可能这头牛交给你之后 你把它宰了 那如何恢复原状呢 你把牛皮牛毛给我 我也不要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就有权利要求你 采取其他的补救措施 同时要求你赔偿损失 好 这是针对合同本身 第二合同应违约而解除的 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除非当时另有约理 这句话就是告诉大家 虽然说合同已经解除了 但是作为首约方 有权利要求违约方承担 包括违约金在内的违约责任 好 再看第三 主合同解除之后 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仍然要承担担保责任 除非担保合同 另有约定 这句话就是告诉大家 虽然说主合同解除 并不意味着担保人 他就不承担任何责任了 有可能这个债务人 因为他违约了 所以他要向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而担保人针对债务人的这个赔偿责任 他还要承担担保责任 好 这是合同解除的后果 根据我们所讲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题 案内分析题 已将设备卖给丙 而丙将设备转让给丁 丁发现该批设备存在严重质量瑕疵 无法投入使用 所以主张解除跟丙之间的买卖合同 并要求丙赔偿损失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设备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 无法投入使用 说明 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性质很严重 导致守约方不能实现自己的合同目的 因此丁要求解除合同 没有任何问题 解除合同要求赔偿损失 没有任何问题 好 丙以该质量瑕疵 在已向其交付设备的时候 已经存在为有予以拒绝 大家看 丙的这个理由成立吗 当然不成立 即便是债务人因为第三人的原因而违约了 债务人他也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问 丁是否有权解除跟丙之间的买卖合同 并说明理由 我们分析了丁是有权利的 答案就是 丁有权解除跟丙之间的买卖合同 因为根据规定 当时一方职业旅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 直接导致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守约方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在本案当中 丙的设备存在严重的质量瑕疵 无法投入使用 也就是不能够满足丁的合同目的 所以丁可以要求解除合同 好 如果再补充一个问 丁是否可以要求丙赔偿损失 答当然可以 答案是 丁可以要求丙赔偿损失 原因就是 因为合同的解除 作为守约方 他有权利要求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并且要求对方赔偿损失 所以解除合同 大家看并不影响这个违约方 他承担违约责任